剪刀、石头布 如果说我今天要跟电脑玩剪刀 剪刀、石头布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游戏 反正逻辑大家都知道 只是说那我要怎么样可以跟电脑玩剪刀、石头布 那并且它也可以跟我互动 那另外的话也许最后当然 我这程式没有写 那个到底我赢几次 电脑赢几次 比如我们拆十次 到底我输得多还是电脑输得多 那当然可以统计 那个到底最后的结果 只是说这边这个题目 我是没有写到后面那一段 那我们这个逻辑很简单 就是我跟电脑玩游戏 什么呢 玩剪刀、石头布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执行之后的话 我就跳出一个input 让user知道说到底要怎么玩 所以我们这边有1234 那1的话就表示说你是出剪刀 然后其实就石头布 然后4的话就是结束游戏 那也就是说呢 当你已经不想玩了 那你就是输入4就可以了 OK 那不过这边我有防呆 所以有防呆就是说 它如果输入的值不是1到4之间 可能它输入5的话 enter了 当然我有防呆了 所以这边会说输入错误 请重新输入 当然了一般 如果你程式写完之后 你可能要再思考的更周 就是更周延一点 因为可能使用者 他不完全会照你想的方式做输入 所以怎么办呢 假如说他输入一些 可能不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值的话 那你可能要把它挡下来 或者的话你程式就很有可能会变成 要不要无穷 违约不当掉 给会有这种可能性 那接下来假设我们输入正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1的话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 我输入1 那相对的是剪刀 我出剪刀了 那接下来的话就要电脑出 电脑怎么出呢 其实我逻辑很简单 反正就用random random的话就是剪刀石头布 在剪刀石头布 1 2 3之间怎么样 它就random 乱数出一个 OK 那接下来就说他出的 这展示说 他random出来是剪刀的时候 那跟我一样就平手 如果他出现是2的话呢 random 2 那就石头 那就变我出了 那如果是3的话呢 那就布 布就是我赢了 OK 所以大概这样子 所以我出1剪刀 random到底1 2 3哪一个 Enter OK 这个时候呢 我就显示出什么 电脑出了 石头 OK 所以还要把那个 实际上 当然呢 random出来结果 它应该是出现2 可是为了我要把那个什么石头 因为你不可能说电脑出了2 你还要自己再去转换 所以其实串列主要的目的 就是什么 你可以用一个串列 去得到一个数字之后 去串列里面把那个正确的 那个字串把它带过 像石头 2的话就石头带过来 然后那再来的话就要显示什么 我到底输还是赢 所以你要做逻辑判断 再来的话呢 一样 这个所以你看 他这个 这个 那里面的话 是不是永远都出石头呢 我换我出布 3 Enter 这个时候呢 它又是石头 那是不是里面永远都是石头吗 OK 我们看一下 我再出一次 3 Enter 这时候它会变剪刀了 有没有 实际上它会乱数 这个其实不是永远都是出2而已 那可是问题 程式最后是结束 所以输入4 4 Enter 结束了 OK 那可是问题 这个程式该如何撰写 当然呢 有某部分的结构 跟刚刚基本上一模一样 所以 以后的话呢 假如说我要Random 那我要乱数的话 第一个一定要Import一个Random 跟刚刚是一样的 第二的话 剪刀石头布 所以如果以后你看到 那个剪刀石头布 那个四串的话 记得我是用一个串列 所以这边的话 我增加了一个 所谓的串列 那这个串列的话呢 名称我叫B-List好了 等于后面记得 我就把那个什么了 剪刀石头布放进来 但是呢 跟刚刚一样 为了要避开 它从零开始 所以那边剪刀石头布 本来是一二三 那如果说你假设没有避开 第一个的话 你变成 剪刀石头布 那你以后变成零一二 那所以如果以后 你的Index要减一 如果你要取那个词 变成加一 太麻烦 所以我刚刚有讲过 其实有个简单的取巧方法 就是可以避开 其实不只是Python 其实最早 不管是VBA 或者是Java 我都用同样这一招 为什么 因为真的写起来 简单太多了 不然以前 光你那个Index 要扫一 这个就头痛 麻烦的要命 所以写程式有一些 是自己想出来的 独门的那个简单技巧 那为什么要这样写 主要是什么 逻辑越简单越好 那的话以后你回头 要看你自己写程式 都看不懂了 看了头晕了 所以第一个 我们要Random 第二个 我要一个清单 对不对 接下来的话就是什么 接下来就是 请输入数字 所以接下来就 让他去到 这个回圈里面 所以一样 我先画好Email OK 那不过底下的话 会有比较多的叙述 所以Random出来之后 我就把这个Random的值 就是1到4 所以123 产生一个值 放在S里面 那这个S里面的话 接下来就是 让使用者输入 请输入123 代表剪刀石头布 然后4的话是结束游戏 那再来的话就输入 假设我刚刚是输入5的话 OK 你会把5 那我刚刚讲过 如果他这个输入的值 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我要把它防呆 所以我底下有个逻辑 第一个逻辑 如果他这个M 他输入的值 假如是小于1 或者是大于4的话 这些范围的数字 都是不被允许的 所以我怎么样 就跟他讲说 你这个什么了 输入错误 所以Printer 输入错误 请重新输入 那再来当然就回到那个画回圈 这个地方 OK 他又重新再来 有没有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又输入1 所以这边的话 输入1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就判断一下 那当然这个地方的话 等于4就离开 所以LF退出那个游戏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就Blake掉了 所以4的话就离开了 那剩下来什么 先判断平手 那其实平手比较简单 为什么 平手不外乎就是 如果你是1 你出1 他也是乱数也是1 那表示平手 出2 22 33 都一样的话 所以基本上的话 底下呢 我先判断什么 如果是平手 平手非常简单 就是如果这个M的值 就是我出的值 跟他乱数产生的值 是相等的话 那表示什么 平手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显示什么 不过还是一样 要把那个电脑出的 那个到底是剪刀石部哪一个 我就把它调出来 所以我一样用什么 用一个Belix 中国阿弧 把它的乱数值放进来 就可以取得什么 取得他到底出什么 比如说石头 表示说呢 这边乱数是2 把这个2放到那个Belix里面 特别是中国阿弧里面 取得石头 然后表示说平手 OK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两种逻辑是说 什么情况下 是我赢的 另外一个是我输的 那我就把那几种逻辑 分别把它列出来 所以这个写法的话 我尽量用比较精简的写法 因为我想说 如果要判断 到底 比如说我出2 2的话表示说我出了石头 那石头的话呢 如果他出剪刀 的情况下 这个状况是我赢的 或者是说呢 我出了什么 我出了剪刀 那电脑如果出布 那这个表示也是我赢 所以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是 如果我出了布 他出石头 1 2 3 三种情况的话呢 那表示这个 这三种情况 是我赢的情况下 那另外的话呢 如果说呢 什么情况 是我输 比如说呢 我出了石头 那当然相对 他出布的话 这个是第一种 第二种 比如说我出剪刀 他出石头 那我又输了 如果说我今天出了布 那他出剪刀 所以这三种 表示我输了 所以把这几种情况下 归纳之后呢 输出 那就可以得到 到底输或赢的结果了 所以这边的话 我是把那个逻辑 分别列在这边 那多一个就是说呢 我如果这里面 有假设他输入的 只不在1 2 3 4之内的话 那一样会有一个 防呆的机制 我想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利用那个 我们刚刚讲的部分 就是剪刀石头布 这比较简单的一个游戏 然后呢 设计出一个 可以跟电脑玩的一个 这个小游戏 里面的话 一样用random 跑一个无穷回圈 那当然呢 这个后面呢 还是可以再 把这个游戏 再稍微再多增加一些功能 包含就是说 比如说你只可以 让他玩几次 也许可以让他选择 请问你要玩几次 那他比如说玩 比如说他 三战两胜 表示是胜利的话 那你是不是也可以怎么样 让他猜三次 然后最后呢 看看呢 到底最后是谁输 还是谁赢 这也许可以再增加一些功能 优优独奏 相当 谢谢观看